请看 我们俩的职业是一样的 而且都离过婚 我们在一起本来挺合适的 但她现在总爱没事找事 找个理由就埋怨我 我自己带着两个孩子 压力很大 我接受她就是为了让她帮我分担一下生活 但是现在看 我什么都指望不上她 她就是每天神经绷得太紧了 看我哪都不顺眼 我们也都是过来人了 就好好打伙过日子就完了 别总天天吵架 我越不想让她干的事 她就越跟我对着干 我跟她在一起后 比自己一个人是累多的 我是真的没法跟她过到一块去了 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张先生45岁 来自河北外卖园 夏女士43岁 来自河北外卖园 欢迎两位 你们俩的关系是 亲吻 亲吻了多久啊 两年了 谁追的谁 我追的她 咋认识的 怎么追的 我们是同事 都是外卖嘛 我们在一个站点 一个站点的 然后我都追着她 你喜欢她什么 然后我就追的她 我喜欢她 勤劳 能干 能吃苦 不是 您 您说的这不是爱人的标准吧 那我都欣赏了 她呢 一个女的能送外卖 我特别佩服她 佩服 她自己带着两个孩子 特别不容易 我呢 我都想多多帮着她 您是个什么情况 李懿还是丧偶啊 我李懿 那您呢 我也李懿 您有孩子吗 有 几个呀 一个 跟您啊 还是跟前妻 跟我前妻 所以你想帮她 她带两个孩子 带两个孩子 这不是挺好的吗 那今天为啥来这儿啊 就是因为我们相处这么长时间 干活儿 我比她付出得多十倍呢 她都看不见 还总对我挑三挑四的 拿我当免费保姆务士一样 你都是试读 总是没事找事物理取闹 原来她令俩孩子 自己租房子 我呢 我也自己租房子 我看着她特别不容易 我为了减轻她压力 我就提议 我说那个咱们俩合租呢 咱们一起住 这不挺好吗 合租是两个人都出钱是吧 不 我自己出 房子我出 不用她出钱 然后呢 然后我在郊区 我有一个老宅子 要平矮的 给笔补偿款 这都来事了 天天催着我要结婚 买房 而且房产证上还得写 我们俩的名 这我就心里不痛快了 这为啥呀 这不是跟她在一起说 我也想要自己的安全感吗 我也想给自己要点保障啊 尤其是我这儿还有孩子 因为我前段婚姻吧 失败就是因为我 房子都是在她名县 车上的也是在她名县 结果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她把车房上的全部都卖了 到最后还欠了160万的外债 那我一分没有 我还带着俩孩子都出来了 我既然同意说跟她合租 我都奔着结婚去的 结果她总对我一神一鬼的 对 你们在一起 共同生活了多久 一年了 你考虑过跟她结婚吗 考虑过 但是现在的 要结婚的一个坎是 她想买房写她的名字 你心里就犯嘀咕了 那能不犯嘀咕吗 天天催着我 都挂嘴边上来结婚 买房了 发了这儿写她的名 这不就逼着我吗 就是逼婚了吗 那你跟人相处一年多 想不想娶人家啊 我也有过那想法 但是呢 实际还不成熟 是 可以的买房结婚 如果是结了婚 过了两天 又离了 我们倒是过来人 我们不谨慎点吗 那您的打算 怎么打算的呢 我打算 我投资 我以前是开超市的 我挣过钱 我想利用这笔钱呢 东山再起 以后挣了钱 买房子 那都几年的事 以前房子吃的那都不是 都等等买的 明白了 是想拿钱去投资 而不想拿钱买房 咱不买房结婚行吗 那肯定不行 就像她说的 她总想拿着这笔钱去投资 她以前干 她就没挣钱 她要是再多的再干 她还不挣钱呢 我还没看见 你都说赔钱 行 我从另一个角度说 您肯定高兴 挣了很多很多的钱 对吧 但是你看不上她了 那个时候你不要人家了呢 那个想法我咱们有了 她也没有想法说 要跟你结了婚就为你房子 对啊 这怎么证明啊 就是这个问题 都僵持住了吗 所以啊 既然我是一家之主 对啊 我的这笔钱都我收了算 我买房 投资 你都别管了 你都跟着我过就行了 人家凭什么没名没分地 就跟着您过呀 您怎么就是一家之主了呀 你们现在很多是在谈恋爱 她说话总是这么自私 只为她自己考虑 行 这个问题都一直谈不冷 好 这个咱们先把这个问题搁置着 咱们来回到现实生活当中 来看看两个人处得怎么样 对吧 你们觉得生活得怎么样啊 还有个问题 就是我养了三条狗 都说啥容不下这三条狗 说啥让我把这狗给送回去 是我容不下那三条狗吗 她本身她那三条狗 就是她哥鸡养在这儿的 我只是建议她把狗再还回去 她每天生活习惯吧 就是喜欢吃点素 完了但是每天都会买肉 一半分给我们家撒 那一半就分给小狗 会他说我们家撒在桌上那吃 他就在旁边吃饭 一边吃着吧 他就挖魂的喂小狗 他一喂小狗 我儿子就看见了 然后我儿子有呀水呀 就跟他学着 把他玩了点肉 他也直接就喂狗了 他就不吃了 弄得孩子也不好好吃饭 会他说几句吧 我儿子降嘴 比我还横呢 会他说他不但不管 他又说孩子 又是锻炼爱情又是啥的 现在是 养宠物真是有科学道理这 能提成孩子有爱心 这你都不懂 现在我都觉得 因为狗 他严重影响我儿子这块的 他每天都 就说啥让我送回去 送不回去了 因为我以前嘛 条件是不好 家里没有电视 我也没给他买过玩具 但是我都给他买的 有那个儿童读物 回来他每次都是写完作业吧 他自己可以 主动的就去那看会儿书 现在弄的吧 等我送完饭回来呢 孩子还在那跟狗玩呢 作业也没写 我下班已经很晚了 我再回来 再看着孩子写作业 我这一天的时间 我也不够用啊 我多累啊 哎呀你都别说了 原来呀 我自己这时候 我自己住大屋 三个狗住小屋 你们俩三个来了 你们俩三个住大屋 我现在跟狗住小屋 那还不够可以的 房租还不用你花 这还怎么呢 你都别事说了 他动不动就是 房租不用我花 所以在你的心里 他总是看不见我的老东西 你要跟着我过 你都听我的 哎 驾鸡 随鸡 驾狗 随狗 这几个狗啊 你都僵六十钟了 哎 不是 他不是嫁给那三条狗啊 嗯 妹妹 嫁给我 对那你干嘛说 驾狗 随狗 还说那三条狗 主要是我也没说别的 我只是让那把狗 给还回去 李姐 她对您那俩孩子怎么样 好吗 嗯 挺好的 她带孩子特别不容易 尤其是小女孩 她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女儿小 她一带起来啊 真不容易 但是一看到小小女儿 怪可怜的 我的心 但是时不时的 我也想起我那女儿啊 我女儿在我前妻那儿 我都想起我女儿 现在过得怎么样啊 这不得惦记吗 哦 知道来事儿了 她惦记她女儿 我也知道 作为父母的心疼孩子 你给她买吃的 买玩具 请她吃饭 我都没说过啥 也没意见 她总以她女儿的名义呢 约她前妻 跟她前妻 搁三叉五的去吃饭 哦 那把我放在哪儿呢 你跟我出事 把我摆在哪个位置上 还趁你我把 那个不是拆钱款吗 还趁你跟我前妻说了 我前妻不是男人 没她想的那么复杂 啥意思 你跟你前妻吃饭 到底聊什么去了 聊了我那个 拆钱款不要回来了吗 要到位了 现在调点好起来了 投资 可以让她挣钱了 我都想把我这个女儿 要回来 跟着我一起过 变更抚养权 哎 前妻同意了吗 我不同意 我前妻比较强势 吃饭不吃硬 要我这缓和关系吗 我这儿跟我前妇 都端得干干净净的 回头她跟我这儿出着吧 她总约她前妻 跟前妻走那么近 咱们假设这个是真的 你考虑的太多了 咱们假设这个是真的啊 你愿意她把孩子的 抚养权要回来吗 我不同意 但是她要以别的方式 补偿上就可以 我说过 因为我这儿两个孩子 你是同人 办啥事呢 我一万水天平 你总说孩子是第一位 咱们一切为了孩子 你说到我这儿 我这儿不同 你是担心她的闺女 回来之后 她会对您那两个孩子 不好 对 那她肯定的 因为她现在 对我两个孩子 她都有偏差 对我女儿还好点 对我儿子 都多少差着的 本身我 两个对感情 还不太稳定呢 她跟她前妻走近以后 她都开始嫌弃我 说我太瘦 是你本来这是 越来越瘦 她嫌我太瘦 我还不是泪的呀 我一天 我忙里忙歪的 回头吃饭 就跟打仗一样 张家妈 我得吃那顿饭 吃完饭以后 也许是肠胃不好吧 上两三次厕所 这她就来壳了 你快看去吧 是不是哪有毛病 你得点癌症吧 她这不是周我吗 这就你误会了 这是对你好 我是关心你 让你去查查这 你本来吃这饭都少 你这上好几次厕所 那是不正常 你检查检查不挺好吗 总说关心我 你说两口都打一块 她都说我 你再瘦 你再瘦 你都是个大麻烧 你说我说话是难听 但这你说话也不好听 我不好听 不也是你先刺激我的吗 你总说我办事 请一下脑子不专招 剃个头还剃个流氓头 小痞子头 我都四十多岁了 你说我还杀小痞子 你这是四十多 不是跟我说他 这因为啥呀 他总整天的就这个生活条件又不是不知道 回头呢 他还懂个冲奖叫 别人吃三顿饭吧 他吃四顿 他到晚上那还爱喝点酒 说不喝酒还睡不着觉 那么难 他喝酒就喝酒吧 还得喝 把八十块钱的 便宜的还不喝 还非得让我给炒菜 炒菜总有我这累的时候懒得炒了吧 你不以前 我不做了 这到开始把他前妻临出来了 跟前妻有什么关系 说了他前妻都能做好啊 还可以给他酿酒 我说你前妻这么好 那你的感觉就别跟我处理 你就找他过去吧 那你本来倒是不如前妻嘛 你确实没我前妻好 不是 那你为什么跟你前妻离婚啊 我们俩提及合不来啊 我前妻太强势了 我这是人家让他提升 提升到我跟我前妻一样 或者比我前妻还要高一层 那多好啊 你有错吗 我看你现在是快有几个臭钱烧的行吗 你钱拿到了吗 那怎么 那怎么 马上都到了 还有多久啊 已经不一个月了 两个月了 基本就烧坏了嘛 就差不多了嘛 你以前敢吗 敢这么对他嘛 也是一样 他都整天拿我都免费的保姆使 那你能容他吗 所以说现在我 我就不统一了 就不愿意跟他出了 跟他出这太累了 我找我也是想找一个 能替我分担的 我对你分担的还少嘛 我问问啊 他跟您吵架吗 近期是总吵 为啥呢 一说我看手机了 手机声音大点 都说我影响孩子学习了 喝酒呢 晚点了 影响孩子休息了 就跟我吵 我说我没影响孩子 你这么吵 是你影响了孩子了 我脾气不好 不也是因为我累的 天天这么多活 这么多事 还烦他吗 你要是弹弹伸手 绑我一把 这我也不至于这样啊 天天孩子那边 写个作业 你那抖音快手的 放那么大声 你都出来的 你这一放时 我儿子那心 立马就随着 他那个声音 就飘过去了 作业我给他讲到哪 他就不知道了 所以啊 我提了个建议 我说啊 要不孩子 咱们给你送的那母亲那去 让他跟他老过 哪怕我出钱 给他老生活费 至于一方面呢 减轻他点压力 我也呢 减轻点压力 这不挺好吗 要不他天天崩得太紧了 天天太累 就我跟我妈的关系 你又不是不知道 都已经好几年了讲的 不是 我又想了个法吗 我说说把孩子 上去寄宿学校 我出钱 这不挺好吗 这不又是一个法 这说啥 又还是不同意 孩子上寄宿学校 这不是说钱 谁出于不出的 孩子刚九岁 我这要是把他送走 孩子会咋想啊 他会不会想 妈妈是不是找了个 后爸爸嫌弃他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是多不容易 从我前夫那 把这抚养权都挣过来的 我挣过来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 他能在我身边吗 你明知道 两个孩子 这就是我的命格 回家里还总想着 把他送走 你看 这都把我这好意 当成立官废 你说这 我这不是立场 相不一样 角度不一样 在没有出这个 拆迁款这件事之前 大概也没有这么多 是是非非吧 那时候还是 还是像一家人 挺热热闹闹的 就有了点钱 生活有可能变好了 突然之间 各自的小算盘 就拨得 一个比一个响亮了 是吧 有这个 行 您说您最终极的规划 是怎样的 让我们来听一听 再次二次创业 东山带起 让他们家 他呢 都有个保障 咱们将来买个大房子 我也把我的女儿 接回来 一家的人多好啊 你们两口子 带着三个孩子 快乐的生活 那如果买卖败了呢 买卖嘛 有赔有赚 我败过一回来 我不可能再败第二回来 有人败过无数回 我先跟你讲一下 我公司就倒闭过三个 对 老创老败 这个我知道了 那说说您的打算 我打算就是 本来是想跟他 好好地奔着结婚时间的 但是他连我儿子都容不下 从这一码上 我都不可能说是再跟他出 您都准备跑了 我不会再跟他出来 因为我感觉太累了 和他生活在一起 感觉我都累了很多 我自己但是大孩子 还没有这么累呢 明白了 本来是想找一个相对踏实的一个靠山 是吧 对 发现这个山有点靠不住 结果不但没给我分难 还给我增加这么多活 明白了 这可该怎么办呢 各位老师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题 你们俩在一起啊 是错误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在你最脆弱的时候 趁虚而入 无非像感情上有个寄托 但是一旦即将有钱了 在他的即将有钱的头 三年的生活规方法里面 是没有你的 他首先想到的是 我怎么要把我亲生女儿的 抚养权弄回来 我也是父亲 这是正常的 这是正常 日常行嘛 对 但是你不能说 我把你儿子先送走 这是不对的 你一个迎来 一个送往 对不对 这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你们本来的爱情 就不是建立在 两个人互相爱的基础上的 就是一个相互的依靠 那个时候你们还对等 现在身份它不对等了 谁还能靠得上谁啊 只能靠自己吧 这是我给的建议 谢谢周老师 谢谢老师 我没有那么悲观啊 我倒是从两位身上 看到了挺多 很真实的东西 就是两个都很孤单的人 都希望能有一个温度 互相取暖的人 男方心疼女士 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女士也希望多一份力量 让生活有一点热度 就是彼此想抱团取暖 想相互温暖 错就错在 突然来了一笔 我们可能原先 根本赚不到的财富 然后就乱了阵脚 就迷失了方向 女士一再说 我两个孩子是我的命根子 我再苦再难 我都要带在身边 其实我很感动 它真的不容易 希望有个男人 给我靠一下 希望有一个男人 能给我 有一个安稳的住所 没错呀 男士也一样 我有钱了 我希望把女儿接回来 也没错呀 但是希望这个 突然来的财富 不要成为彼此开始 不再关照对方的感受 只在意自己的需求的开始 那你们不好的那一面 就会慢慢呈现了 女方不要觊觎这份钱 是否会改变我的生活 改变我儿子的未来 男方也不要失望 这份突如其来的财富 能够让你从此 就可以耀武扬威地 把他当保姆了 真正最重要的是 你们彼此之间是否有情 你们愿不愿意 对对方负责任 甚至为对方的孩子承担责任 如果男士说不行 这儿子我就弄不了 那你妥妥回去找你前妻 带着你的钱 你闺女 你们过也挺好 女方要觉得说 将来房产上得有我的名 我就靠着这笔钱 希望把我儿子养得更好 那你也妥妥地自个儿过吧 你有他有这份钱 反而成为了你的束缚 成为你儿子将来的画面 所以现在就看 你们的决心够不够了 不够就早早地 各自走各自的路 都有孩子 都有责任 都不容易 咱就别互相添乱了 谢谢 我觉得两位啊 是因为人性而在一起 因为各自的规划不同 要分开了 为什么很多夫妻或者情侣 能够共患难 而不能同享福呢 这是因为人 在面对重大的灾难 以及困难的时候 人是抱团 人是亲和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都不容易 你们走在了一起 互相搀扶 这会儿谁吃点亏 谁赚点便宜 不计较 因为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我们要过得比以前更温暖 对吧 但是因为你们对未来的规划完全不同 所以你们很可能要分开 而这个规划的导火索 就是这个补偿款 女士的规划是 安稳 踏实 因为你曾经受到过 不踏实的 严重的影响 改变了你的生活的轨迹 你的潜伏 是你感觉到生活 不能这么过 我要一个安稳的 所以你看起来在最患难的时候 这个男人是伸出了温暖的手 你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可以依靠的 走一辈子踏踏实实的路的男人吧 但是这笔财产来了 来了这样你原来的规划又猛声起来了 你一直一来 心里就有一个梦想 你觉得你是做老板 这是你的规划 从来就没有变过 所以在两个规划不同的人 因为了几多情况走在一起 那一定会因为未来的规划 不同而不相为 所以你们真不是一路人 你们只是有一个交叉点而已 所以想清楚了 就赶紧做出选择吧 好吧 就这样 善良是需要巨大的能量的 你看你 阔国 创业开超市 一个月挣几万 败了 没事 你送外卖去了 能屈能伸 我进去是叫汉子 你更加是带俩小孩 撑下来了 真不错 我同意杨老师 我特别愿意相信 你们两个人 真的是因为善良在一起 你是真的看到她不容易 想照顾她 我愿意相信 我也愿意相信 你曾经被她感动过 对 我相信你们之间 肯定是有感情的 不可能没有 这个我们不说别的 至少是患难之交吧 没事 但为什么 现在别人这样 患难见真情啊 我倒不觉得 是那笔钱来了 把你变成下来 你的心模式我要翻身 我要让你们看看 我是行的 这是你的心目 所以才会想起那个 什么 你会不会是惦记我的钱 把你孩子送到 什么寄宿学校 层层不休的东西来了 你也是 你的私欲是什么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不能再吃苦了 我不能再让我的孩子 再遭遇一次 我婚姻的失败 这是你的心目 这个时候 所以我是说 刚开始那句话 善良是需要有巨大能量的 你们两个人 有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来支撑你们一开始 想要输出的善良 你们有没有足够的能量 不伤害人 如果没有 相互鞠个工 感谢对方 说再见 谢谢陆琪老师 怎么选 怎么选都有可能对 怎么选也都有可能错 选择在一起 万一再分了呢 选择不在一起 也许就错过了 最美好的一段感情 选择创业 也许东山再起 选择了创业 也许又败了呢 谁知道 我在看那题的时候 你就说 这两个人太坚韧了 这样的中年人 值得我们向他们致敬 就是面对生活 他们从没有磨灭过 好好生活的希望 这个太不容易 这个我们真的可以 向你们致敬 真的 谢谢 所以你们看吧 这是你们自己 要做的决定 用心感受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虽然我们都是 离过魂的人 但是呢 我们同样会幸福 相信我 困难没有办法多 你总是说 让我相信你 你让我咋相信你呀 跟你过这么长时间 你一个劲拿话说我 挑三挑四的数得着 我这家里家外的 哪样都没能 我整天都跟爸母们一样了 我会改 我乐不着你们家仨 也动不着你们家仨 你就放心吧 一切都会有的 我不可能说是 还跟你建立在 有风险的婚姻上 我肯定是我带着孩子 我都想要一个 稳定的生活 我提个建议啊 你那笔拆迁款 有没有可能性分成三份 一份呢 留给你女儿 一份呢 拿来创业 一份呢 留来作为将来你们 婚内的存款 这样你愿意吗 可以 谢谢老师 你觉得吗 回去考虑考虑 反正解决方案放在这儿了 回去考虑考虑 谢谢两位啊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报名热线 是02 236 06 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物 小心被骗 来看一看 这对情侣 他们自己的选择 希望你能理解他 我觉得做出这种选择 很简单 就是在上一段 情感关系当中 他受的伤比你要重 他怕了 他不再轻信任何的承诺 还有话跟他说吗 我尊重他的选择 行 不管将来什么样 我衷心地祝福他 永远幸福 好 谢谢您 请回 这个结局不同话 但是这个结局 恰恰又最生活 希望他们 在下一个人生的路口 能碰到 真的缘分 能碰到 真的可以让他们改变的人 好了 不过